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腌酸肉的话,它就跟平时我们炒那个猪肉是一样的,把它切碎了,然后直接爆炒,或者加一点辣椒啊,加一点芹菜啊,加一点蒜苔啊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今天要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做法,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就是腌酸肉煮酸汤笋,这是小笋,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把它处理好了,然后放冰箱里面冷藏到现在的 我先把这个笋子切一下,因为笋子太长了 我们今天这个酸汤笋多煮一点,夏天的开胃菜 我先准备配菜,大蒜籽,还有生姜 还有这个,这个姜把切片 现在我们要准备切这个腌酸肉了 煮这个酸汤笋的话,用的腌酸肉越肥越好 我们切这么多就够了 这个腌酸肉其实是可以生吃的 我们洞骨这边一般都是直接这样生吃的 我们现在开始煮酸汤水 先倒一点油 酸肉,先倒进去,炒熟 用油煎一下 好了,现在把这些配料倒进去 这是姜,蒜蒜蒜,还有木脏水 还有木脏水 夏天的台胃菜 现在倒入我们自己家做的多辣椒 这个酸汤笋,这个汤的酸味就是这个多辣椒出来的 在剁辣椒锅一下油 对味才不会那么刺激 现在可以下笋子了 现在加水进去煮汤 这个酸汤笋不用再加盐了 因为这个锅辣椒里面已经有盐了 而且这个酸肉也是咸的 所以就不用再另外加盐了 盖上锅盖 这个笋子煮得越久越好 煮了应该有十多分钟了 差不多可以起锅了 红红绿绿的 特别漂亮 现在把它捞起来 夏天开胃菜 腌酸肉煮酸肠笋 非常开胃哦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